- 漂亮的 狂烈人士忌 - 下剧场 公元是一块天 -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好久不见 我是那个清国清晨声音动人的女主神 今天我们一久请来了这位非常可爱的 大家都想见到的 - 各位好久不见这个 我是大眼人静人的十分两神 - 那么十专线记得昨天官方公布的新的怪物对不对 - 是的 我们将在3月份更新一个超大无敌牛逼不要钱的DLC - 那有多牛逼的 - 这个你别挤 首先我们会更新两个免费的怪物 - 是哪两只怪物呀 - 一个是大家期待已久的激怒型金狮子 - 那这个金狮子跟以前金狮子有什么区别呢 - 这个区别肯定是有的 - 你说对不对 - 首先名字上就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 你看以前金狮子叫拉甲 - 对吧 - 这个叫激孔士大拉甲 - 这两只有什么区别吗 - 这个还看不出区别 - 一个翻过来就是普通的拉甲 - 这个就是激昂的拉甲 - 那就是多两个字 - 是的 阿不呸,它虽然名字上只多的两个字 但是它这个是完全的强化的特殊个体 那么到底怎么个特殊法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那么激昂的金石子最早登录于2G上 就是PSP的 跟普通的金石子比起来 它时常处于一个兴奋的状态 所以说它一直处于一个金毛状态 为什么会一直处于这个金毛状态呢 根据我们官方的设定 拉脚是靠尾巴来控制自己的兴奋程度的 果然超级斯海人设定啊 普通的金狮子在尾巴受损的情况下 它会减少它的兴奋程度 很多朋友们相信也知道 普通的金狮子它在变成鸡毛的时候 对它的尾部进行攻击的话 能加快它变回灰毛的状态 但是激昂的金狮子 它在普通状态下就已经处于鸡毛状态了 那是尾巴更加硬了对吗 并不是这样 反而所有的激昂的金狮子的尾部 都有非常大的损失 那这样说不过去 它本来用尾巴来控制能量 但是尾巴坏了肉反而又可以持续变身 这个设定是不是有点牵强 不是你想啊 你像这个练武功的时候 不是很多武士家都会碰到这个武功的瓶颈吗 然后呢 这种时候呢 为了突破自己的瓶颈呢 他们就会去练一种神功 那就是 总之无论你怎么攻击它呢 它都不会解除兴奋状态了 那除了之外还有什么变化吗 首先呢 比起普通的这个拉甲的话呢 它有更多的攻击的方式 是吗 这个激昂的金狮子呢 它可以这个状态下再变身一次 那么就是超越下人二老 是的 可以这么说吧 那么变身之后会怎么样呢 变身之后呢 可以使用这个真卢来神掌 哦好厉害哦 而且以前这个抓起来只是垂一圈 现在抓起来是直接对着你这个零距离颜色 了不了 这他们牛皮 那必须牛皮的 我们这个就是觉得这个玩家朋友们呢 对这个游戏呢 觉得还不是太难了 我们要适当的再提高点难度 那我真的要带全女观众朋友们谢谢你了 不要闲不要闲 应该的应该的 哈哈哈哈 那玩家朋友们该如何应付这个激昂的金狮子呢 这个的话呢 这个打法可以参考打金狮子啊 个人推荐呢 可以用这个轰炸系的武器 或者是近战的斩击斧 哦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也知道这个金狮子的防御力呢 是比较高的 肉质是特别硬的 只要常规攻击的话呢 这个可能伤害并不是太高 再加上这个本来这个机动性就特别高了 所以说呢 要么呢 就干脆这个对阵 瞎要 周弩轻弩 撤甲弹 利用陷阱 倒地之类的 这个造成这个轰炸流效果 那玩家朋友们要是不喜欢使用轰炸流呢 啊 那你只能准备一把这个冰属性的这个属性流武器了 属性流武器的话呢 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太多的解释了 像这个双刀啊 弓箭啊 这个会用人自然都会用 我去这个弓箭的伤害 这个真不可看了呀 啊 你别看弓箭这么低 这个弓箭巨了 一样五分钟六分钟的 五分钟六分钟还行哦 啊 真的不骗你 五分六分钟还算慢的呢 不过个人呢 还是比较倾向推荐于啊 这个斩击斧睡眠流 之前的视频里面 说过了按照这个四弓箭 出处的时候都是粘在这个金狮子身上的 而且呢 有三次睡眠的这个异常呢 那是稳的不行 可是那个是激怒的金狮子啊 这个是普通的金狮子吧 我跟你说 也要比其他武器好很多了 你要用什么大箭啊 抽枪啊 反正这种速度移动慢的 你这个打金狮子 好了 你就在屁股后面追吧 哦 那倒也是哦 然后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啊 啊 什么呀 我一直没搞懂啊 这个叫金狮子的这个怪 为什么要叫辣酱呢 我的很多女生朋友都跟我说 这个是不是因为它读起来 是辣酱的意思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 根本不是这样子啊 哎 为什么不是辣酱呀 啊 我跟你说 这个辣酱这个词的最早来与这个啊 这个叫什么地方 那是古印度的范文 啊 对对 是古印度里面这个范文啊 就是王的意思 啊 是这样子嘛 可是你还是没有解释 为什么它读出来叫辣酱呀 啊 不是 我刚才跟你说的 这个是印度的那个什么凡语的 这个王的意思呀 嗯 道理我是懂的 但是为什么读出来的还是叫辣酱呢 我拉个 那我说这位小姐 啊 我最后再跟你解释一下啊 在我们地球的这个地方啊 有一个很神奇的国度啊 我们亲切的叫他们阿三 哦 然后呢 这些阿三他们这个古代的时候有一种用语 叫做范文 嗯 然后呢 在这个文字里面啊 这个王的意思呢 就是辣酱 OK Do you understand 你这个道理我懂了 但是我还是不知道 为什么这个跟金狮子有什么关系呢 哇 那个 这个 金狮子的名字 它就叫辣酱呀 OK 这我一开始就知道了呀 但是这个到底 为什么会读成辣酱呢 哇 刚才不是说了吧 这是古代阿三 这他们的语言里面的这个王的意思呀 你这些道理我都懂 但是这个关人家印度人有什么事情呢 啊 我问你 你是哪里人啊 我 我 我是日本人 啊 哦 你是日本人对不对 那个关人家印度人什么事情了 对不对 哇 哇 妈 这名字谁起的啊 哈哈哈哈哈哈 好吧 这个谁是我 这个名字都是我自己乱编的 那你刚才干嘛早点不承认呢 还把过水给人家印度人 对对对对对 对不起印度人对不起 又是啊还乱起人家名字 你管我呢 我他妈是制作人 我想叫他什么就行了 我叫他卢本尾都可以 好叫人家悟悟开 生前可是个体面人呢 哪像你这么没良心的 还给人家怪乱取名字 还怪给人家印度人 啊 是 我错了 你这是人心的缺失道德的沦丧啊 啊啊啊啊这个吧 你这样做真的对得起那个啊 给这个拉奖做这个动作捕捉那个演员吗 你看着这么辛苦满头大汉 你就这样子来 你真的太不负责任了 哎哎呦 你记得你个叫什么 你个叫 苗米空 啊 好的那么赶快来介绍一下第二只DLC的怪物吧 好的那么第二只怪物呢 碎龙的特殊个体 本爆碎龙 哦那它跟普通的碎有什么区别吗 哦那么首先颜色上呢是不一样的 呵呵呵 这他妈不是废话吗 嗯嗯嗯 这个还是我来跟你说吧 这个门爆碎龙呢最早登陆于XX 是一种呢 处于在特殊封闭环境下成长之后的 才会形成的一种碎龙 哦是吧 然后呢 除了颜色以外呢 它的体型药也比普通的碎龙大很多 身体上分泌出来的年菌的量呢也是非常的多 普通的碎龙呢 它平常状态下呢 它年菌是绿颜色的 但是呢 这只门爆碎龙呢 它的年菌一开始就是黄色 哦懂了跟这个金氏字差不多是不是 就是一开始也处于一个兴奋状态 啊你可以这么认为吧 比较有特点需要注意的是呢 它这个年菌的颜色呢 除了黄色以外 它会变成橙色红色 有什么区别吗 橙色的状态呢 要比黄色的状态更容易引爆 而红色的状态呢 只要是碰到攻击就会爆炸 不管是这个 啊碎爷自己攻击呢 还是你攻击碎爷 那这样子金针不是很吃亏啊 是的 这个以前的话呢可以用消臭弹来降低它身上这个年菌的颜色 但是呢 这一座是我们这个边缘是没有的 而且我们也同样跟这个金氏子一样了 加了一些新的攻击动作 可以说呢是相当难的了 哦那么这么一来我又能替圈里光正朋友们向你 啊不用谢啊不用谢 那如果打这个门爆碎爷的话呢 推进有什么装备呢 门爆碎爷的话呢 啊理论上原则上呢 还是跟打碎爷差不多的 但是呢因为啊这次的啊这个门爆碎呢 它的特性呢 就是说呢还是不太推荐使用这个近战武器 否则应该会死的挺惨啊 那玩家朋友们应该使用什么武器比较好 个人推荐呢可以使用弓箭啊 虽然这个输出不一定高 但是呢还是比较稳的 或者呢这个重弩啊 这个正好是要再防御啊 这个配出强化防御之后呢 就不太容易会死 那如果有玩家还说一定要使用这个近战武器的话 该推荐用什么武器 刀刀什么的还可以不用了 啊个人觉得打这个碎爷用双刀的话呢不是很爽啊 一方面碎爷的机动性也不低 一方面呢这个双刀呢基本上全程修脚 个人推荐如果一定要用近战的话呢 还是使用这个大剑啊带一个防御的武器会比较好一点 啊就是拔刀斩了 对的当然你想用我们锤子呢就是少一个防御 其实也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啊 不是刚说好不要用近战武器吗 啊这个不一样的啊 我们锤子这个弱势群体这个你也对吧 你懂的 那么到了最后这个环节了啊 过了去该来还是要来嘛 啊那么关于这个门爆碎龙的名字呀 啊这名字没什么好处啊 这名字全都是我瞎变的 瞎变的还行 真的瞎变 你像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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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 啊这个 这个碎爷叫这个 布拉基迪欧斯对不对 啊你想这个垃圾屌丝 你知不知道 我们这个碎爷呢叫布拉基迪欧斯 布拉基的屌丝我不知道 但是垃圾点呢 我右边好像就占了一个哟 呵呵呵呵 啊那我跟你说实话吧 那个其实跟布拉基迪欧斯呢就是 英语里面的这个上腕和这个黑钥匙的两个英文拼出来的啊 呵呵呵呵 又再胡说八道了 你以为我没学过英语吗 上腕的英语是布拉基迪欧姆 啊这不是很接近吗 但是黑钥匙是什么 草叶是读出来这Obsidian 啊啊这个嘛 你是怎么拼出来布拉基迪欧斯的 这个斯去哪里了啊 啊 啊这这个这个斯嘛 哎对哎 你看这个这个就是O O不什么的 你看这这里面不是有个Obs对吧 这个就是这个S 不是真的呀 你看这个跟这个之前那个叫什么上腕叫这个 布拉基啊 布拉基迪欧姆 对对就这个布拉基迪欧姆 你看这个把这个M换成S不就不就对了吗 哦好像那里不对啊 缺个D 啊我知道了这个是这个是是 手撕鬼子那个死 你看这个碎有两个手好像不对啊 不对不是这个啊 那咋这个布拉布拉 布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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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就是修照吗 对不对啊 修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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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就是乃子吗 乃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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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要成奶奶 啊救命啊 后面那个怪我给他讲什么名字呀 嘿后面那个怪名字一定要牛逼呀 嘿后面那个怪名字一定要够长 嘿 名字够长啦 三胎子看你喜欢啦 嘿 拉啦啦啦啦啦啦啦拉啦啦啦 拉 arc 拉 arm 来 garnering 来 K 请不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